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三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八名长江学者及国家洁亲获得者 学院现已成为我国同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点基地 在国内居于领先或先进地位 学院各专业在本科教学时具有时空尺度大 影响因素和工艺环境极端复杂的特点 很多情况下无法通过传统的实验教学予以展示 严重制约了教学效果 在此背景下 学院一直高度重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工作 以现有200平米的高性能运算实验室为基础 通过多层次学科建设 建设了惠普刀片式服务器集群 与联想高性能计算集群等硬件设施 中心配有UPS持续供电电源 全部采用千兆级网络交换机 有力保障了整个系统稳定高效的运行 在已有硬件平台基础上 虚拟仿真教学和科研成果斐然 目前已开设与虚拟仿真相关实验教学课程 九门114学识 约占实验教学总实数的25% 自2007年起 陆续自主研发了一系列 市政环境模拟仿真软件 获得软件著作权15项 同时主持承担与虚拟仿真内容相关的 863科技支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国家级科研项目20项 发表科研论文近百篇 或国家发明专利5项 虚拟仿真正越来越成为 市政环境工程学院 最为重要的教学和科研手段 学校品瓜 数二十分裂 18期神 国家门天保识 超大数研究